好看的球赛千百场 最稳的单就在我这里 大家好 我是有球并的篮球小馆长 今天带来NBA分析 热火对战骑士 热火17日主场以109比94击败几乎 取得了三连胜 球队内线优势巨大 第一阶就抢下了16个篮板 四小节全部领先对手 手感最佳 目前排名东谷第三 这场骑士18日以94比14 不敌对手76人 迎来三连败 开局阶段球队进入状态很迅速 但第二阶手感觉有点下滑 目前四胜九负 排名东谷第12的位置 本场比赛由于分析较早 直速尚未开出 这数据还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想要获取本场最终推进的老铁门 请加入我的微信 独球678 你有赛事我来分析 欢迎加持一起讨论哟